這個還有二毒的協商 二毒一條一條還有協商 那個請黎秘書長 黎秘書長 黎秘書長 對 那麼第八條那個 剛才是不是有加一個法官年齡限制等 是指領選的時候年齡限制還是等 考試的時候 領選 就是以領選的法官年齡限制 你認為 是 年紀很大 有的律師 你自己覺得不要太老的 太年輕了呢 依照目前也是 就是55歲 55歲以前才可以來申請 律師轉任 法官 換假說太老的話 沒服務幾年的話就領退休金 他體力可能不計 主要是這樣 因為他業務很繁重 你這個實施的方式 要不要交到條文裡面 研習今天就法官是應經研習 第八條的 研習第八條 我們不是剛才已經修正通過 我來問你而已 到時候二讀還是要討論 研習期間 有一個實施方式 有啊 中間有一個實施方式 本來就有實施方式 那麼我請問你 這個候補變成實任 那你的條件是什麼 後補變成世俗 後補變成世俗 就書類審查 書類審查 目前是書類審查 還有一個考核 平時的敬業精神 那些的考核 就人事審議委員會來弄 對 他有一個書類審查 一個委員會 然後還要再提人審會 這個書類審查 有時候 流於這個主觀 現在也不會耶 現在我覺得現在在目前的實施 也非常的嚴謹 而且他也不是說只有一個人在審查 我記得高興武檢察官書類審查 好像送了好幾次都沒有給你們弄過 他是檢方的 他不是院方 不管啦 我就說司法官 那個檢方我就不清楚了 會不會借 不是不清楚嘛 司法體系會不會借這個機會 用這個書類審查 來干涉 不會啦 因為那個這個 所以我覺得書類審查是有相當的一個客關係 我當年 我當年 匿名的 匿名 我當年是 書類審查過了 我才帶動司法改革的 所以沒被你們弄到 不會啦 如果你是匿名審查 那也不曉得是誰做的 以前被說匿名審查 你叫那個 現在 現在是匿名審查 條件各方面要很公正公開 是 這很重要